现在有好多人都会选择在家里面养小金鱼 可以增加一些乐趣 那怎样养金鱼才不会死呢 第一个的话水质很重要 我们的小金鱼每天都是生活在水里面 那这个时候水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那我们第一个的话不能用自来水直接去放养小金鱼 因为自来水里面的话它还有很多的滤气 所以我们要把自来水可以提前个一两天给它晾一晾 等到里面的一些气体散掉 然后等它这个水才可以养 第二个的话你也可以去考虑去接一些雨水 然后等它沉淀之后 然后拿干净的雨水养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饮食问题 雨水的话你肯定要在正规的地方去买 可能去买那种含有色素 或是保质期不好的雨水 第二个的话还要去看一看雨水的一个保质期 如果是说将近零期的雨水 也是不要给雨水吃 因为有可能的话它也会引起一些不肠大的反应 或是有一些有毒的物质导致它的中毒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水里面的话 于是由于家里面的情况没有流质水 那你这个时候需要买一个增氧棒 去增加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氧气的含量 突然的话雨可能会缺氧而死 还有再说一个喂食的问题 很多氧气鱼的小主人可能会去喂太多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由于是在水里面 雨一下吃不掉 它有可能在水中 它可能会去吸收水里面的氧气 这样导致一个鱼的缺氧而死 所以很多时候并非是鱼是撑死的 很多时候它是因为缺氧而死的 感谢观看